杜月笙 上海青帮的杜月笙 便是当时有名的大人物 他被称为上海滩教父 在乱世之中能够有杜月笙这般名气的人 都不会是等闲之辈 没有金刚钻 也不敢去了这个瓷器活 杜月笙能够如此有名 离不开他的为人和胆识 普通人如果遭遇绑架 肯定是惊慌失措 而杜月笙则底气十足 镇定自若与绑匪谈条件 气势凌人 想必能够做到他这样的人应该没有多少 杜月笙在四岁时 父母便相继去世 十四岁便扮青帮的陈氏昌为老头子 最后通过关系进入黄金荣公馆 得到黄金荣的信任 从此便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据传杜月笙在当时的地位非常高 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去往上海 第一件事 便是要去见杜月笙 连少帅张学良 蒋介石等人都要给他一点面子 当时建造家祠时 蒋介石亲自送两个祝贺 这足以看出他的地位 在当时社会 有钱便适应道理 杜月笙作为大领导 除了很会做人 他还很会捞钱 可是在捞钱之余 他也深谙一个道理 该散财时就散财 该破财就破财 不散财不破财 便难俱财 在抗日战争时期 杜月笙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 并且弄到许多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 装甲保险车等送到前线 但花钱的地方 他绝对不恋死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杜月笙的财产 虽不完全都是从正规渠道得来的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钱都楼 在杜月笙的心里也有一感称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 并进攻卧国上海 当时情况危急 人人自危 日本人为了拉拢杜月笙 一口气拿出三千万日元 说要和杜月笙合作 但杜月笙一口回绝 拒绝坐满 国贼 展开全文 日本人仍不死心 觉得杜月笙胃口很大 于是说钱不是问题 只要合作便能够拥有大把的钱 但杜月笙并没有答应 最终选择迁居到香港避难 1940年 杜月笙实际成为中国帮贵的总龙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杜月笙又选择先往重庆 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没有多少钱可用 对于钱 他甚至不可不捞 更不可不花钱 像他们这类人物 基本上都需要大笔资金作为备用 平时也需要花钱 他在上海和香港一致千金已经习惯 在重庆过了几天没钱的生活 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杜月笙想重新打造资金的商业帝国 杜月笙后来去找了四川的财神刘航琛 四川王刘湘的财神爷 当时刘航琛给了杜月笙一张支票 数额任由杜月笙来填 得到了启动资金 杜月笙凭借自己的手段和头脑 开始打造自己的帝国 正所谓数大招风 杜月笙虽然当年在上海之首遮天 但毕竟重庆不是上海 有人开始注意到杜月笙 想从他手里弄点钱来哗哗 以此 杜月笙外出办事时 莫名其妙被一伙人给架起来 然后被掳上了一辆车中 杜月笙才反应过来这是绑架 后来绑匪表明来意 是谋财 不害命 这让杜月笙缓了一口气 毕竟这么多年的打拼也得罪过不少人 虽然在江湖上都传言杜月笙会做人 但也不是说没有仇家 既然是谋财 杜月笙肯定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了 钱乃身外之物 绑匪开口就要四十万的赎金 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俊款 杜月笙很平静 说 我给你九十万 这让绑匪大吃一惊 哪有被绑架了 还自己提高赎金的 绑匪们惊喜不已 为何杜月笙会自行提高赎金 难道他傻 并不是 反而这是太过于精明了 不得不说 杜月笙这个老江湖实在是厉害 他将人心看得太透彻 人人皆知杜月笙身价无数 并且为人慷慨大方 即便是在当时处境困难 也不可能与绑匪讨价还价 说出去太丢人 首先自行提高赎金也让绑匪安心 绑匪是相信杜月笙能够拿出这笔钱的 杜月笙这样做既不会掉面子 也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其此 以高赎金麻痹绑匪 杜月笙在军 政 商 黑客界 都有人情网络覆盖 九十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日后追查起来也相对容易 九十万这个数目也比较特殊 没过一百万 这对于绑匪来说也好接受 如果杜月笙真的给了一百多万 绑匪也会觉得太多了 这也算是一种价格心理 杜月笙心理也清楚 该破财就要破财 绝不要吝啬 杜月笙如约给了九十万福金 绑匪也刻刻起 记得送杜月笙离开 除此之外 杜月笙当时有一个门生被人绑架 他毫不犹豫给绑匪打款 对于钱字 杜月笙可谓是看得很开 说重要也重要 说不重要也不重要 人情二字才是最重要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